男人解开束缚女人的保护绳 寂静的夜里 粗重的喘息被无限放大 女人紧张地双拳紧握 却没有反抗 因为她是渴望温暖的盲女 那一夜 她违背了师父立下的规矩 半是自愿 半是被迫地踏上了漂泊的道路 女人名叫阿玲 先天双母失明 六岁那年 被母亲丢弃在小路上 好心地卖药狼 把她送进盲女寮 因为在这里 阿玲可以得到很好的照料 还能拜师学义 避免沦落封尘的命运 加入盲女寮 需在佛像前举行祭祀仪式 还要日日念经祈祷 获得佛祖庇佑的代价是 盲女们发誓 此生忠于佛祖 遵守清规戒律 如有违背 便会遭到驱逐 阿玲八岁那年 师姐因为与人私通 被赶出盲女寮 孤单流浪 受尽欺辱 阿玲天资聪颖 师父对她给予厚望 手把手交受弹唱 谁也想不到 有一天 她会走上师姐的老路 雪地上 落下点点红霉 阿玲长大成人 出落得十分标致 出众的容貌 给阿玲招来了货端 宴会上 阿玲被男人们围在中间 一杯接一杯地关酒 男人们垂涎阿玲的美色 都想采携这朵娇艳的鲜花 而阿玲当时只觉得快乐 把师父的提醒当作耳旁风 她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蓬勃而出 当天夜里 酿酒师偷偷溜进盲女的卧室 解开了防止盲女被人染指的保护绳 只要阿玲肯出声 身边的盲女就会出手相救 但体内涌动的荷尔蒙 让阿玲选择承受男人的汹涌 酿酒师停留了一整晚 阿玲只觉得身边异常温暖 想要拥抱住这份温暖 她就不会感到孤单 这件事被师父知道之后 师父既伤心又失望 含泪把阿玲赶出了盲女聊 阿玲毫不意外地被酿酒师抛弃 只能孤身一人四处流浪 离全的盲女不被尊重 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欺辱 旅途中经常有男人看上阿玲的美貌 以领路为名和阿玲做不正经的事 离开的时候会留下少量钱财 阿玲眼睛看不见 无力反抗 只能任人摆布 时间一长 阿玲也习惯了 她开始渴望温暖的体温 驱散环绕在身边的孤寂 甚至害怕冬天被冻死 祈求男人们陪她过夜 现实对阿玲很残酷 那些男人没有一个长久的留下 阿玲流浪的这五年里 曾生过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因为生父不干而别 最终冻死在雪地里 孩子很可怜 但阿玲有时回想 腰折了也好 至少不用跟着她吃苦受罪 阿玲又拾起了卖唱的生意 四处游行 逢庙便拜 女人们嫌弃阿玲身上有狮子 男人们一边听她唱歌 一边羞辱她的样貌 身段 阿玲置若罔闻 这种污糟的话 她听过太多太多 这一天 阿玲在山路上行走 偶遇一个男人 男人自称是山里的矿工 无亲无故 截然一身 她亚于阿玲看不见 还能在山林中自由穿行 不由分说背起阿玲 自愿做阿玲的领路人 两人就此结伴而行 有这个男人在 阿玲的日子变得很安心 卖唱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 客人们会动手动脚了 如果有客人说婚话 男人就会白脸色 阿玲的生活好了不少 但她并不满足于此 女人睡得很不安分 翻来覆去接近身边的男人 她想要温暖地抱抱 而男人却决绝地转过了身 男人名叫贺川 是阿玲遇见过的 最奇怪的领路人 以前那些都巴不得占便宜 而贺川已经同行几日 始终相敬如宾 贺川忍得住 阿玲不行 言下避雨的时候 阿玲几乎用祈求的姿态 向贺川索要温暖 而贺川却说 我不能和你做那种事情 一旦做了 我就和其他男人没有分别 很快就会离开 我想要的是长久地守护你 你是个好女孩 我们都要学会控制自己 这是男人对女人的承诺吗 阿玲终于安静下来 心中的烛火被点燃 就无需再汲取他人的温暖 天地度上夕阳金黄的余晖时 两人找到一条宁静的大河 贺川看着坦诚的阿莲 心中没有一丝杂念 他对阿莲说 你看起来像一个慈佛 贺川有祖传的修木鸡手艺 从此以后 阿玲卖唱 贺川就在楼下摆摊修木鸡 手里有积蓄之后 贺川又陆陆续续添置工具 开始制作新的木鸡 他将亲手制作的第一个木鸡 送给了阿玲 木鸡滑溜溜的表面 像光滑的鸡蛋 让人心生欢喜 贺川说 他的生意不错 以后阿玲就不用辛苦卖唱了 跟在他的身边 随便打打下手即可 一男一女 结伴而行 总会引来非议 贺川让阿玲和他以兄妹相称 阿玲不愿意 贺川才不是什么哥哥 贺川是他喜欢的男人 但嫁不住贺川坚持 还是同意了 阿玲的开心掩饰不住 摆摊的时候不停嘚瑟 因为贺川让他过上了普通女人的生活 虽然阿玲嘴上称呼贺川哥哥 但心里始终将贺川当作爱人 贺川一如是 工具太多 贺川又买了一辆小车 车上拉着他的全世界 阿玲举着花伞 脚上的木鸡轻轻晃动 多么幸福的场景 两人偶遇地震 山石滚落 贺川紧紧把阿玲护在了怀中 道路被毁 两人在附近的旅舍中落脚 这个决定终结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同样在此赞助的药贩子 从那把三味弦上看出来 阿玲是个卖唱的盲女 故意接近她 贺川凶巴巴地吓走了药贩子 这世间多的是人面兽心的家伙 阿玲目盲没关系 她的眼睛可不瞎 恰逢集会 两人一起出摊 谁知一群小混混找上门来 原来在这里摆摊要交保护费 贺川被混混架走 阿玲惊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药贩子趁机出面安抚 药贩子陪阿玲等了很久 直到下暴雨 药贩子陪阿玲收摊返回旅馆 打探贺川的下落 有人亲眼看见 贺川打伤了小混混 被警察拘捕 贺川不在身边 阿玲该怎么办 药贩子借机试探阿玲和贺川的真正关系 她说通常打架不会被关这么久 贺川是不是还犯了其他事 药贩子声称 她曾见到贺川往家里寄钱 估计家里还有妻儿 阿玲不相信 贺川明明说她没有家人 截然一身的 阿玲心中一慌 说漏了嘴 被药贩子试探出了端倪 看来阿玲就是个普通的盲女 药贩子目的达成 露出新满意族的音效 此日药贩子把孤苦无依的阿玲 带到无人的岔路口 露出了本来面目 阿玲坚定地拒绝 她不需要男人 她要守在这里等待 直到贺川回来 药贩子坐视要走 可转过身 又觉得不甘心 一个盲女而已 装什么勤高 强行把阿玲扛进了小树林 阿玲拼命挣扎 可在药贩子触碰到她那一刻 选择了妥协 又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了 反抗只会招来暴力 增加痛苦而已 阿玲对药贩子说 我自己来 药贩子吃干抹镜 拍屁股走人 阿玲悲伤地留在原地 她祈求药贩子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更不要让贺川知道 贺川想要尽力 守护阿玲的纯洁 阿玲也想尽力 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爱 可惜阿玲的愿望落空了 她终究没瞒住 贺川已经出狱了 并拉着小车 到处寻找阿玲 小镇就这么大 海岸边的这片树林 自然被贺川轻易地找到了 贺川亲眼看到 两人衣衫不整 用脚趾头 都能猜到 他们在树林里干什么 她会原谅阿玲吗 阿玲跪在贺川面前认错 祈求贺川不要冲动 可贺川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 她的最在意的女人 在树林里被人欺辱 她要不出这个头 是个男人吗 贺川随手抄起一把改追 朝药贩子的方向追过去 为阿玲报了仇 一时冲动的后果 就是亡命天涯 贺川和阿玲分道扬镳 两人约定 在阿玲的老家 若霞相见 临走前 贺川叮嘱阿玲 警察问话的时候 一跳否认两人 在海滩上见过 阿玲一步三回头地 朝反方向走去 她又是一个人了 摸黑鹿 猪破庙 阿玲偶然间结识了 另外一个离群的盲女 小个子 两个孤单的人 当即决定抱团取暖 结伴而行 警察很快追查到阿玲这里 阿玲牢记贺川的话 什么都不说 警察见问不住什么有用的东西 便改变策略 悄悄跟踪阿玲 意图在贺川和阿玲相会的时候 当场抓包 阿玲的耳朵很灵 听到了跟踪的脚步声 七扭八拐地偷偷溜走 同时 追查贺川的那对人马 也被贺川机制甩开 两边的消息都断了 正当警方的调查 陷入僵局的时候 军方长官出现 原来贺川是个逃兵 军方为了保留颜面 一直在秘密追捕 有了军方在背后支持 警察调查得更加卖力 一路找到了阿玲 曾待过的盲女聊 还打探出了阿玲的老家 发布画像 在多地 对贺川展开了通缉 而阿玲和小个子两个人 相互扶持着前行 经常共同参加表演 小个子会带男人回去 每当这个时候 阿玲就会默默让出位置 在雪中等待 盲女大多都是这种下场 谁也没有必要看不起谁 这一天 突然有人敲响了两人的房门 一个老太太 拿出所有的积蓄 让两人收留 先天眼盲 父母双网的小女孩 让小女孩学艺 以后好歹有口饭吃 阿玲不敢贸然接下 这么重的委托 小个子说 她愿意为小女孩 写引荐信 介绍小女孩去自己曾经待过的盲女聊 而后送走了这一老一生 然而第二天 众人在海边 发现了一对紧紧捆在一起的遗体 阿玲后悔没有收留小女孩 小个子也很伤心 明明都答应写推荐信了 为什么还要走极端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 老太太从他们两个人身上 看到了小女孩以后的结局吧 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孤单地在世上风餐露宿 受人欺辱呢 两个伤心的盲女 互相扶持着 一路往南走 来到了上光寺 他们努力沾染香火 抚摸铜像 希望能受到佛祖的保佑 余生平安顺遂 可能是阿玲的愿望太过强烈 佛祖真的显灵了 离开寺庙的时候 阿玲突然听到熟悉的声音 她一扭头 目光穿过茫茫人海 一眼就认出了贺川 小个子听到两人欢聚 打心眼里为阿玲高兴 能找到相守的爱人 是盲女们天大的福分 她留下祝福后 独自一人踏上远行的道路 而阿玲和贺川 经历过分离和相思之苦 再也顾不及相敬如宾的约定 共度深情的夜晚 而后向阿玲的家乡进发 这座小城还和二十多年前 一样宁静安详 隔老远 阿玲都能听到海边那翻涌的掏声 两人只顾寒情默默 没有注意到路人的异常 一个中年男人看到两人的相貌 立马想起了那张 发布已久的通缉令 回家让妻子报警 阿玲和贺川已经来到海边 阿玲本该开心 但她却感到心慌无比 因为她听到了可怕的军刀声 贺川还没来得及逃走 便被团团围住 因为贺川是逃兵 两人被移交军方 面对长官的逼问 阿玲始终不承认 要贩子死亡那天 她在海滩上见过贺川 哪怕长官告诉阿玲 贺川是逃兵 阿玲也相信 贺川有自己的苦衷 贺川也是条硬汉子 原型拷打 都不能让她松口认错 可是当长官把阿玲的证词 丢在她的面前时 硬汉贺川忍不住抽气 贺川当逃兵 是因为没有人愿意 申诉她遭遇的不公 凭什么富人的孩子 就可以待在家里 而穷人的孩子 就要被强迫卖命 战争伤害的 永远都是他们这些平民 贺川杀害药贩子 是因为药贩子 欺凌弱小 还卖假药 长官以阿玲的性命做要挟 铁骨铮铮的贺川再也不能嘴硬 承认了罪行 临死前 她希望再见阿玲一面 长官答应了她的请求 一对苦情人 喊了一息别 贺川对阿玲说 我骗了你 我有家人 我的母亲 开着一家木鸡铺子 阿玲哽咽地唱起歌谣 为贺川送别 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温暖 被战争夺走了 提起母亲 阿玲想起了师父 那个像妈妈一样把她养育长大的女人 阿玲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返回曾经生活过的盲女寮 可惜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邻居说师父上个月就去世了 阿玲走进盲女寮 家具上落满了灰尘 她紧闭的双眼流出一滴热泪 回应她的只有萧瑟的风声 后来阿玲又流浪了很久 身上的衣服变得破破烂烂 草帽也坏得不能戴 她始终是一个人直到死亡 一天一群建筑工人 看到山顶上的大树上 有块惹眼的红布 那块红布是阿玲的 她的腐肉已被乌鸦所食 苦苦不知何时才能被时光买进尘土 而那把伴随了阿玲一生的三味弦 也腐烂得不成样子 连琴把都看不见了 阿玲 阿玲